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请跟我念三个月 阿舍利传念 我弟子妙音 始从禁人乃至命传 归依佛陀两足中尊 归依达摩离辱中尊 归依蒸茄注重中尊 阿舍利传念 我弟子妙音 始从今日乃至命传 归依佛陀两足中尊 归依达摩离辱中尊 归依蒸茄注重中尊 阿舍利传念 我弟子妙音 始从今日乃至命传 归依佛陀两足中尊 归依达摩离辱中尊 归依蒸茄注重中尊 归依蒸茄注重中尊 整体归依蒸茄注重中尊 第466协 第466协 第3项 从第3项看起 有本章夏荫 他那三千祖太天祖宗 这八千 八千祖亡 这是假设的 有三千 八千 世纪 这样多宗生 这些众生色胜玄觉,比阿罗汉更高一级 与百千劫色共计教,与百千劫这麽长的时间 与百千劫之佛一齐来计算、较量、智奇、量素者、不取正觉 换句话说身份就是玄觉、辟知佛 数量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与百千劫之佛一齐来计算、较量 不能知道 极乐世界 人数之多 不能够知道 极乐世界众生 收命之墙 对于是真正的无量 而不是有量的无量 这一段经文 总显、罚寿、无量、 人民收命、无量、 国众、弟子、无量、 当作三个无量 显示极乐世界的第一德 三千、大千、世界者 一佛所化之境 是一尊佛教化众生的范围 所谓的一佛国 就是一尊佛教化的区域 以衰薇山为中心 合四大洲、日月、朱天为一个世界 先讲一个单位世界 这个单位世界就是一个小的世界 这个小的世界以衰薇山为中心 合四大洲 这个四大洲 今天我们所讲的 偶情众生 对着的境界 现在称为星球 古时候称它为四大洲 它以衰薇山为中心 所以衰薇山在哪里 没有时候有人说 衰薇山就是喜马拉雅山 这个山是地球上最高的山 但是跟佛经上讲的 这个不一样 因为佛经上讲的 太阳月亮是绕着衰薇山的中间 有个腰部 绕着这里来运行的 太阳月亮并没有绕起马拉雅山 来运行 所以这个就不相应了 所以这个就不相应了 这个呢 佛港 这就不相应了 衰薇山的北面 北巨奴洲 人的寿命平均是一千水 很少短命的 谷布是最大 这个地方是没有佛法 这个跟这个经常讲的不相应了 现在我们地球上的喜马拉雅山 在北面是西藏 西藏佛法是鼎盛的 西藏人寿命是没有一千水 所以这个也不是 说明了 衰薇山不在这个地球上面 我们的太阳系 太阳带着这么多的行星 现在知道了 它是绕银河系 这个又绕银河系来转转的 那么银河系 确确确实实 银河系的中心是凸了出来 确实好像高山一样 太阳是从边缘上揉着走的 所以衰薇山不在地球上面 我们看下面看 这个单位世界确实 合四大洲日月 朱天唯一世界 今天所说的银河系 如是知世界即至一千 一千个银河系 就叫一个小千的世界 称为中千的世界 然后积一千个中千的世界 就叫做一个大千的世界 那样子是三次的 华千世界 先以一千乘世界 得小千 又以一千乘小千 得中千 最后又以一千乘中千 再得一个大千 这个样子是三次的,以千双程, 报约三千大千世界, 实际是只是一个大千世界, 不是三千个大千世界, 这件事情, 有很多读书人, 地位都很高, 但学校教授学时毕业, 佛书看得不多, 直到佛书里面讲的三千大千世界, 他以为宇宙之间只有三千个大千世界, 这是很大的误会, 佛经常讲的三千大千世界, 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 一个为何说成三千呢? 他有小千、中千、大千, 一倍一倍相成, 这是大千世界, 这是一尊佛的教区, 教化区, 这样三千大千世界, 到底有多少个银河系? 实际上是有十亿, 因为一个单位的世界是一个银河系, 在大千世界里面,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有十万亿个银河系, 以下十亿个银河系, 现在天文学家已经初步发现了, 宇宙中世界无量, 人现在知道太阳以及围绕太阳的九大行星, 称为太阳系, 地球是太阳系里面的一个星球, 围绕太阳来旋转, 现在人知道太阳不但有自转, 通知亦绕着银河星云的中心, 这个星云中心, 千文学家打定它叫做黑洞, 黑洞是天体的一种, 绕着这个来运行, 约二万万年绕一周, 这个就是太阳年, 太阳绕着银河, 绕一周要多长时间呢? 两亿年, 中国慢慢叫做亿, 两亿年, 又绕到原来的点了, 绕一个圈, 这个地方讲到黑洞, 黑洞是天文学的名词, 我们参考资料里面也截录了, 中国大百科传书里面截录的黑洞, 所预言的一种特殊的天体, 它是天体之一,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到现在还不清楚, 吴明朗只知道它有非常强大的引力, 但是在什么程度呢? 自始投射到这一种天体上的物质, 只进不出, 亦就是说, 一切物质现象遇到它, 都被它吸引了进去, 未有发现到它出来, 包括钢, 连钢线也反射不到出来, 所以称它为黑洞, 钢, 电磁波, 发射到一个星球, 它是会反射的, 好像月亮是最好一个例子, 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 钢是太阳光, 是太阳照到月亮那里, 月亮反射了, 我们看到了, 它的反射, 但是黑洞放照进去之后, 没有看到它反射, 又不见了, 电磁波也是这样, 我们把这个电磁波发射到那里, 它不会反射过来, 而它吸引了进去, 称之为黑洞, 这样底下, 有一个参考的资料, 我们接着看, 演变到最后阶段的行星, 这个星球, 在宇宙里面, 有承住怀空, 这个现象, 天文学家看得很清楚, 每次有的, 这一块区域没有升, 突然有个星发现了, 还有这个地方, 原来这些星突然有火星不见了, 说明了, 正有生有住有义有灭, 大乘经上讲物质现象, 有生住亦灭, 不单只是山河大地, 是讲星球, 讲星蟹, 就像太阳系, 科学家说是有乘住怀空, 跟佛经上讲的是一样, 这个星球会老化, 老化到了最后阶段, 由宇宙止声进一步收缩而成, 有巨大的引力场, 这个引力场就是区域范围, 这个范围当中有很大的引力, 这种范围在空当中有很多, 它很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肉眼看不到, 如果你一靠它的边缘, 它就会吸引进去, 就不见了, 飞机被吸引进去, 轮船也被吸引进去, 这些都是有记载的, 飞机飞机飞到天上, 不知道飞到哪里, 发动有大有小, 它的性质, 现在人们所知道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 使得它所发射的任何电磁波, 都无法向外传播, 它本身的引力太大了, 变成看不见的固立天体, 因此只能通过引力作用来确定它的存在, 这样叫黑洞。 地球上, 制造这个飞机, 确实有少数, 这个在太空飞行记录里面都有记载, 这些飞机不见了, 没有了下落了, 飞了出去, 和地面上有联系, 联系突然间中断, 以后再没有消息了, 到中断的地点去偵察, 找不到痕迹, 在银河系当中的黑洞是最大的, 我们所了解是最大的, 与于星球也被它吸引了进去, 究竟是为何呢? 一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的, 我们再看看, 下面的文字, 太阳是银河星云中至日火行星, 现在知道, 现在知道, 所谓的行星, 它仍然在这儿运动, 它有自转, 又有公转, 银河星云, 若有1000亿个恒星, 恒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星本身发光, 换句话说, 是在太空里面燃烧的一个火球, 太阳就是一个例子, 在燃烧中间的火球, 这个火球上的资源能否燃烧尽呢? 是能够的, 燃久了就是燃到没有了, 没有的时候它的光就没有了, 在太空当中会燃烧的这种火球就有1000亿个, 那个不放光的, 不放光的乘上了10倍都不止, 你看看太阳, 带着九火的大恒星, 还有很多很多的小恒星, 这些是天文学家看到的, 小恒星是特别多了, 太空很复杂, 太空就不安全, 这些星会互相碰撞的, 虽然它有轨道, 口耳也会越轨, 越轨就会出事了, 在宇宙中有无数的星环, 星环本身也在运动, 所以整个宇宙, 无有一法, 不是在运动当中, 它如果不运动, 它就消失了, 它是怎样生起的呢, 从运动当中产生的, 不运动, 这个现象就不见了, 第二, 银河系, 亦指示宇宙更大的天体中的一软, 如是辰转扩大不可红尽, 辰转扩大是花炎经上说的, 花炎经上跟我们说的20种化妆世界, 这个就是更大的天体, 我们现在科学技术还没有探测到, 当前天文学相的发现, 而初步证实, 天文至世界无量, 这是天文学家, 在天文望远镜里面观察到的, 世界无量无边, 世界无量无边, 经常常说的三千大千世界, 中文学家 一会所化之境, 几一次辩从一尊所化之境, 程既然我们来说的, 中文非常旅 overlap, 中文犯有 Good錢, 中文矩为ender, 亦是今日所说的大宇宙之中,佛无量,不止是一尊, 释迦牟尼佛单是介绍佛的名字,说了一部经。 叫做佛明经,专门来说佛的名号, 方世界佛说了一万二千多尊的名号, 只是简略来说的,详细来说的说不准, 大略的说一说就是说一万二千多, 而世界无量。 这个殿民的大义是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有一切众生,统统成全国。 这是假设的。 以他们的神通之力,共同计算, 一切众生,都不能够知道阿弥陀佛的数量有多长, 极乐世界人民的寿命有多长, 极乐世界人口有多长, 统统都是计算不准的。 阿罗汉不知道, 极之佛也不知道, 怨教佛菩萨还是不知道, 到什么时候知道呢,明心变成,变成成佛,这个时候就知道了 他知道,他也不说出来 认为这一件事情无法形容 这样辟知法都不能够知道 阿弥陀佛的数量,往生极乐世界的人的数量 我们这个地球上有70亿人口 极乐世界的人口无数无量 没有法子去计算的 这种情形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 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已经有十劫了 以十劫之中,每日,每个钟头,每个秒钟 从十方世界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往生 有多少呢 计算不尽价 何况这个人口天天在增长 黏黏在增长 就是以极大数字在增长 在成长 极乐世界科实 化成身,化成土 大意无外,小意无耐 所以他能够容纳得下 这是自己的真心 是自己的本性 真心本性是没有鞭制的 所以能够容纳 我们再看看下面经文 下面是第九章 第十七元 这一章 也就是一元 请看经文 可作忽是 十方世界 无量察宗 无数诸佛 若不共清探可明 说我恐得国土之善者 一举正说 第十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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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佛清探苑 清者清养 探者赞探 看易药 可作佛事 令我明文八方上下,无数佛国, 驻法国于弟子众中, 是我讲得国土之善, 驻天人民软动之类, 问我明智, 解释踊跃来生我国, 看译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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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可作或使去修行只得到究竟延患 那便成法了 在十方诸佛国土里面 八方加上上下便是十方 十方无量无必无数的佛国 这些诸佛在他的弟子当中 为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介绍阿弥陀佛 普遍劝大家求生淨土 彌陀佛由这个语言 这个语言兑现了 没有一尊佛 去大众讲经 没有说不讲的 无量寿经 不讲彌陀经的 不讲《观无量寿经》的武甲 不讲《观无量寿经》的武甲 佛为众生讲一切的经 必定是讲这三部经 为何呢 这是彌陀的本愿 佛希望一切诸佛 为他们来做宣传 缘导一切的众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坏速成佛 佛为何要跟他宣讲呢 因为这个愿 是一切诸佛如来 共同的愿望 没有一尊佛 不希望众生 马上成佛 这个心就是佛心 何而一切诸佛 为大家介绍 祇乐世界 讲这一部经 你讲什么的经 都欢喜 为什么呢 这部经 完全是为了 更熟的众生而讲的 更未有熟 说出来他没用 众生是不喜欢听的 听了也不相信 信了也不发愿 所以他不能够往生 不能够往生 根就未有熟 根也未有熟 佛在这里讲这部经 为什么呢 这里面至少有一个人 跟熟 佛先会讲的 佛是门中 佛者一人 一个人 真信 真愿 真肯念佛求往生 一个人 佛都要讲 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其他人是旁听的 旁听的人也得到利益 没有善根的 阿拉耶里面中了善根 有善根的 这个善根慢慢向上提升 增长 未成熟 如果成熟的话 那就是当机者 佛为谁说呢 佛就是为他说的 如果是当机 这个经济就是为你说的 你一听就非常欢喜 马上赶快去往生 去这个世界 真的放下 没有丝毫留恋 彌陀帝子 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再看看下文 主天人民 转动之类 问我明智 解释 踊跃 来生我觉 我我和 dost 不变弊 优 疑陀 叶晓 将这个极律世界 介绍给 一切的众生 啊 著天人民 转动就是畜生度 小飞蟲、小爬蟲 这些众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 皆大、欢喜 往生、极乐世界 这些众生 新到极乐世界,介助阿弥陀之吐沙 经文里面 扣扣实实 包括我们在里面 我们一定要马上承当 这里里头由我一份 我不在外面 吴亦本里面累资 经文跟这里讲的是差不多 杭西云 600元中 600元就是48 四十八元当中 此愿、致要 前面我们曾经读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48元当中 传道大师跟我们说 传道大师跟我们说 有五种真实大远 这一元 特别 特别 包含我们 这一元是其中的一元 如果没有了这一缘 知佛如来就不跟我们介绍了 我们怎会知道有极乐世界呢 怎会知道有阿弥陀佛 可以细尊的介绍功德大那 放在一切的众生往生 就是导这些众生成佛 是弥陀的本源 也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本源 就是没有一尊佛不喜欢众生怀足成佛 第二我等今夕往生教者 即是遇到了 我们今天能够遇到往生教 往生教就是淨土的法门 信愿辞明的法门 叫往生教 缘子缘因 缘丝念之 48月 特别这个缘的恩德 年年不忘 我们认真努力 暴释加牟尼佛的恩 为我们宣说 为我们介绍 就是希望我们学习 收这个法门 一生圆满 亡世以为 若无此愿 则我等身在疏婆畏土 愈何能问 彼土之教主 主佛策之名字 彼佛彼土 圣妙功德 清净丧严 我们怎样会知道呢 这个是 提传 给我们的 拿恩大德 若未曾闻 又何由发起 求生 彼土之圣远 我们如果是不知道 没有可能发愿 你又不知道有这个教育世界 故今日我等 能问 淨土法门 实有此愿之力 正是 赤加瑞尼佛 为我们 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 说出 这部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是专门 为我们介绍 极乐世界的 介绍阿弥陀佛 故本知色尊 于此慰土 清阳赞叹 阿弥陀佛 及其国土 不可思议功德 令我得闻 我们才能够听到 故赞约 四十八元宗 此愿自扰 也就是 此愿 是四十八月 最重要的一愿 介绍我们 发葬靠愿 明文十方者 只为 普切十方一切众生 因为 哈藏菩萨 安坐十方世界 一切六道里面 苦难众生 尼苦得乐 他用的方法就是 批持名号 众生 不知道这个名号 就没有办法去到 这个名号 也是他接引众生的方便 因此 名号是特别重要 例尼尊 将他介绍给我们 这一句 这句说得好 若无此愿 择十年必生之愿 便同去前 Page 文明 方南 慈equВО 未曾听过 阿弥陀佛の名号 未曾见到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文字 底下这一圆 第十八月十年必生 这个就是假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名号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 明白了 我们要有行动 像阿弥陀佛金名号介绍给别人 名号 我们要对他尊敬、恭敬 名号是神圣的 但是 阿弥陀佛 诸佛如来 有善巧方便 我们接引一切众生念佛 对阿弥陀佛的恭敬更重要 换句话说 什么是最极的恭敬呢 全人 信、愿、慈、明、念佛、皇生 这是对阿弥陀佛最直接的恭敬 对震实的恭敬 那怎样做法呢 那怎样做法呢 我们将佛的名号 写在衣服上面 印在衣服上面 穿在身上 外面走一片 你看到多少人都看到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是好的 这个好像是在十几二十年前 我在香港讲经 夏天的时候到了香港 看到年轻的人 穿的衣服 前面和后面都有图案 这个图案是不好看的 像魔鬼那样 刚刚动了念头 为什么不写阿弥陀佛呢 为什么不把佛经上这些好的句子 写在上面 穿在身上 在街上一走 你看看多少人 一入 眼根 另外涂肿 还有一种 甚至于还有人 将佛像印在背心上面 这个有点不大功精 因为你要流汗再洗 还要去洗衣服 可以明智比较好一些 我们以后就不用佛像了 完全是用名号 为了讲道众生 为了同一切众生 结阿弥陀佛的缘 我相信 这个做法 阿弥陀佛欢喜 阿弥陀佛不会说 我这种做法是对他不恭敬 是否我们能够体会到 阿弥陀佛是将 接引众生放在第一 其他的是其次 而怎样能够令众生 心里面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在早年 初出家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台中 扮了个大专佛学广作 涉引这些年轻的 在校读书的学生 这个广作扮得很成功 每个星期日上科 一位同学星期日放家 他预意学佛 上下午都有课程 到了池江图书馆来接受佛陀教育 我形成很多这些同学 我教他们一个方法 认其他同学学佛 什么方法 手上大一串念珠 手珠 最先他是不好意思 我说这一串念珠功德很大 他说功德在哪里 人们看到你手上这串珠 心里就上到阿弥陀佛 可能他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就导了一个人 上阿弥陀佛 还在这个人的阿弥陀式里面 这个功德就很大 他们想通了 接受了 然后我再跟他们说 你们在学校学的教科书 书上是不是都写了自己的名字呢 他说书上不写自己的名字 写阿弥陀佛 人家一看 就是阿弥陀佛 他念阿弥陀佛 也叫你的名字叫阿弥陀佛 方法很多 我还劝过不少企业 竞商的 工商业的 老板 他们为了 对这个 推销商品 时时在报纸 雜誌上登广告 我就跟他们说 你这个广告上面 加个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需要 废钱的 他广告一张纸那么大 我上面加个 阿弥陀佛 你看一下 人家看到广告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 方法 多得很多 学佛的同学 你看过年大家贴对联 我们对联用红纸写 南无阿弥陀佛 这边也是南无阿弥陀佛 念念 不和 阿弥陀佛 令每一个经过你门口的时候 都会念一声阿弥陀佛 你说你有多大的福报呢 这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只要是有心 没有心就不行了 要有心的 教制应酬场合当中 如果是用名片 名片上也可以印上南无阿弥陀佛 这也是 第17元 诸佛称赞远 意思 诸佛都称赞了 赞叹了 我们不能够例外 我们与诸佛是一样 要懂得用什么方法 方式用什么方法 参叹阿弥陀佛 灵一切的众生 有机会听到 看到 这个名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椰色上面就落了种子 看 清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清我名者 似由三耳 称阿弥陀佛 另一个 诸佛 诸佛 清阳 彼佛 得号 一切诸佛 没有一尊佛 不清阳 阿弥陀佛 得号 为什麽呢 一切诸佛 彼佛 本愿 功德 这个本愿功德 亦加持 诸佛如来 受益诸佛如来 时事清阳阿弥陀佛 第二 诸佛 叹叹清明之仁 叹叹清明之仁 姿姐 就是 领赞的意思 领赞清明之仁 谣太诸佛 汇叹寸佛 非常明显 宅佛月 存 ожид Where are you Can Thus knowchin 念佛仁,念阿弥陀佛,不但阿弥陀佛互念你,一切诸佛互念你 你一定不要去找其他的依靠 现在新鬼神的人很多,自己有问题有疑问,去问鬼神 他不去念阿弥陀佛,去问鬼神 错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对正宗信心不足 他还有怀疑,如果对正宗信心不十足 这个是C号怀疑都没有的 他有问题问谁呢?问阿弥陀佛 绝对不会找其他人 现在这个时代 传递信息很复杂 与这个信息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如何辨别呢? 与经教相应的,可以相信 与经教不相应的,一定不要相信他 一心念佛专求静土 你决定得生 你相信经上所说的 念佛人 得佛的加持 得一切诸佛加持 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第三 诸佛亦自借 以自清毗佛明 一切诸佛如来 这个就是他亦都念佛 他念阿慕阿弥陀佛 诸佛都是时时念佛号 为什麽呢? 和我们读个榜样 你看佛都念阿弥陀佛 何况是我们呢? 此表 诸佛称赞之二有三 亦有三个道理 诸佛为何去赞叹呢? 第一个诸佛赞叹彼佛圣号 这是弥陀佛的本源 弥陀佛真诚佛 圆圆都圆满了 所以诸佛赞叹 诸佛赞叹 阿弥陀佛 无语论比的 首席 全本功德成就 第二 诸佛赞叹 也切清念弥陀名号之人 由此可知 名號功德 真實何事已 第三 諸佛本身亦清念彌陀聲號 二念佛三回完成佛果 一切十方諸佛還要求阿彌陀佛加持祂 他們修念佛三回才完成佛果 這句話是重要的 如何佛佛道童 硬道諸佛還不如阿彌陀佛嗎 佛道道妙各位就完全相同 向阿彌陀佛相同 等各位還是不相同 聖佛 諸佛 諸佛是指誰呢 江魅隆居士金剛經講義裏跟我們說 沉降經常所講的諸佛 是說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叫諸佛 這是真佛 不是假佛 中國大乘常常說 明心見性 見性成佛 見性就成佛了 善台智者大師所講的六種佛 叫做六積佛 即就是 系的 意思 六種 禮即佛 從理上講 理上講 有一切眾生本來是佛 我們都是佛 諸佛如來 既然有一切眾生都是佛 是見理上的佛 你即佛 雖然是佛 不是假的 化言經常講得好 有一切眾生 加油如來智慧得上 這個不是佛講的嗎 如來圓滿的智慧 圓滿的功德 圓滿的善好 樣樣圓滿 一切眾生在理上講 通通圓滿 你這些智慧得上 沒有失去了 只是你在現前有障礙 智慧得上 現不出來 什麼障礙呢 佛講了三大類 第一大類 無名煩惱 第二大類 陳沙煩惱 第三大類 見師煩惱 因爲有了這三大煩惱 將你自性的智慧得上障礙 住了 不是沒有有 就是它不現前 障礙去除了便現前 什麼時候去除呢 什麼時候便現前 你能夠 放下1分便現1分 放下2分便現2分 完全放下 你便是聖佛 聖佛 問題是你肯不肯放下 所以放下就是了 這句話佛講得太多了 大小城都教人放下 這些是煩惱 煩惱是假的 不是真的 應當放下 見師煩惱 就正阿羅漢 六種神通都出現了 阿羅漢的六種神通 小神通 有局限的 多大呢 羅漢裏面最大的神通 只能夠見到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釋迦牟尼佛這個教區 釋迦佛的教區之外就看不到 好了 也聽不到 這麼大的能量 這個教區多大呢 前面我們讀過了 十億個銀河系 十億 銀河系 慢慢的銀河系 這麼大的範圍 還是放下好 好 現在的人用手機 手機居然能夠看到 網絡網絡的訊息 可以看到 網絡的訊息 可以住在香港 哪個地區 每一條街 門牌多少號呢 他在手機上 在空中照相 把我住的這個地方看到 但是阿羅漢的神通 他想去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他都到達了 我們手機上看到 人就沒有到達 這個就是 方客比這些機器更靈 這些機器比我們方客差很遠 方客陳沙無名 天台大師講 軍政積佛 真佛不是假佛 我們這裡講的是諸佛 本身他亦念佛 分政積佛 就是實佈土裏面的華真菩薩 四十一個位次住佈土 這樣叫做諸佛 廸佛 他們最後證廸佛可惠 都廸佛叫做大圓滿 佛佛道統 這四十一個位置 還都是有差別 可以說是大同小異 因為每個人 無名是破立 無名雜氣 還有 每個人帶無名雜氣多少 各人不同 所以還有一點點的小障礙 不愛大事 善事 是你分身到十方諸佛國土 把大寶表民家 madam 覓佛 pirates 攻佛民經 交花有一願的眾生 這個是不妨礙的 最終 Здudo gegen Chaikov 是re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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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otherfuck Khosh commence 第二,他们修念佛三枚 念佛三枚有两种 第一 二十三,观佛之相好 或者一心观佛身之相 这两种就是观想念佛 属于观想念佛 观经里面观想念佛讲得很多 或者是一心清明 这是清明念佛 是观经最后的第十六观 修法者为之念佛三枚 你修这个法门 就叫做念佛三枚 这是恩恒上的念佛三枚 这个在果就没有现前 在恩上修 第二种 为此三种 印行之所成 这就是功夫有了成就 一心观佛的相好 一件事 一切子一切 一切所 封闭上的眼睛 你所见的限裂 或佛身宴前 念佛 受一心搬佛 或者一心搬佛法身實相 亦都能夠入定 由此可知道 判法是屬於戒律 依照這個方法收 因戒得定 因定開位 這叫做連佛三回 厄惑佛身實相 實相無相無不常 來至於真相 宣傳明了 實相現前 不起心 不動念 至度 體是真空 相是假有 空有是一 空有不宜 能入境界 念佛三回 是可成的念佛三回 說得很好 好 前面張恩說了出來 後面果亦都說出來了 恩恨的念佛三回 叫修 果成的念佛三回 叫法 法是甚麼呢 法神冬 得定 才到這一篇 某看見性 這些實相 便是見性 相上見性 伴无量寿经上说, 于言身中得念佛三枚, 右约见此事者, 直见十方一切诸佛, 以见诸佛, 呼名念佛三枚。 这个见诸佛是属于感应, 见诸三枚经, 第七卷有说, 见诸三枚, 周围总涉一切诸佛, 是故被圣民缘国异性境界, 这个是大乘, 小乘人, 以见识加茉莉佛, 识加茉莉佛之外, 他见不到, 而不是他的境界, 拉茨道论上所说的, 念佛三枚, 能除种种烦恼, 及千世罪, 要是真正的, 这样我们想, 转烦恼, 想销业障, 许道里面提供我们的最好方法, 就是老杀念佛, 临令忠时, 如知时知, 站在那儿走, 坐在那儿走, 欢欢欢喜喜往生, 如果烦恼无断, 叶着未有烧, 他怎样能够做到呢? 这件事要知道了 在这里知佛无尽的慈悲 和我们做出来的榜样 成佛还要念阿弥陀佛 何况我们呢 诸佛、练佛是没有间断的 我们的练佛还是断断续续 如果想这一生真正成就 我们对这个法末要特别尊重 要认真学习、医教奉衡 这一生就没有百里了 这一生觉得充实有意义有价值 在苏佛世界六道轮回 这一生叫做最后生 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脱离六道轮回 下边这一圆是48圆的核心 48圆里面最殊胜的一圆 十年别神 二十四章里面 这是第十章 结奏是一圆 二十四章 文明、普益 第一章里面 第十八月十年必生 请看经文 我作忽时 十方众生 问我名号 自心信耀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全生我觉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法取正觉 畏趣五亿诅正法 二十月 二十月 年老 住得特别多 我用非常丰富 我们这个货本 用469到476页 劝老 慈悲 为我们详细讲这个圆 又是十八圆 十年必生圆 日本 正宗古德 较量诸经 如经中花盐 毒真实 日本 古时候 靖土宗这些大德 他们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做个比较 哪一部经是最真实的呢 因为佛讲经 以具的原理就是真族而谛 真族而谎 是佛知佛劫 是他自己正德的境界 是否完全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是听不懂 例如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我们就听不懂 我们明明看到这个现象都是真实的 怎样会说是虚妄呢? 怎样去说我们亦都不相信 佛怎样犯呢?佛就不说了 行信众生 你们能够信我,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能够信我就不说了 这叫徐族梯 世尊徐族梯说法 20年了 前面十二年完全是徐族梯的 大家信了,福了 对佛产生敬爱的心 十二年 前面佛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从这里再提升 说方等 方等里面就有少份真 过分还是随俱 好 方等八年了 前面十二年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基础之后跟你说真的 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能够接受了 你能够听得懂 但是真正真实的还是听不懂 说真的就是说波奥 波奥说了22年 你能够知道不容易了 用现在人的说话来说宇宙的秘密 在广演当中统统将它揭穿了 在大乘法法里面 宇宙怎样来 为何会有这样的东西呢 我从哪里来呢 全部都说清楚说明白了 他说我们不相信他就不说了 什么时候真正相信他就说 正到五级他就不说 到了最后了 抹花百年 回三归一 那就是说真话了 过去跟你说的42年 通通是方便数 不是真的 你们学了42年 可以说真了 不说假的 是真正的 创真的两部经 发花、花艳 而两部经比较 花艳、毒、真实 超过发花 真实 真是没有假,实则不虚 若以此经相较,跟这部经来做比较 《化炎经》跟《无量寿经》做比较,此经为真 真实来说,这部经给花盐还要真实 《化花盐》给下去了,将《化花盐》给下去就是释迦牟尼佛 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全部给下来 我想同学们也能够体会到 我们到了晚年,为何将《化花盐》放弃呢? 《专学无量寿经》 《专学信愿辞明》 为何呢? 《专一真实》 由《本经》 《诸大愿与此愿相较》 就是48愿 每一愿,跟这一个愿来做比较 此一愿是最真实的 真实当中的第一真实 是尸 yeni 建议此愿 外表此愿而真实中之真实也 有此一句话重要 正宗有一个本愿念佛宗 取这个愿,信徒不少 我们的华人问我 我说日本当年祖师选了这一愿做本愿 他们是可以,现在就不行了 为什么他们是可以呢 他们48月全部通 然后用这个愿修行 这个愿从48愿来的 现在48愿没有了 但是一愿就有问题了 我要问,你有没有发菩提心呢?没有的 但是十年必生没有发菩提心是不行的 第十九月 又发菩提心 无量寿经跟我们说 三贝九品都要发菩提心 一向之列十九愿就是发菩提心 至少十九十八要连在一起才行 单独是一条不行的 这些愿修行的 他们对答无量寿经 对答大成都通达明了 所以他用了这个愿修行的 一定是没有问题 他们根基统统统统统统 我们什么都没有 单独是靠这一愿落空的 那要怎样呢? 一月就是48愿了 第十八月包括其他的47愿 远远到包括其他的47愿 远远是这样的 这就是对的 一远是多的的是一 四十八愿任何一愿 都包含其余的47愿 远远是这样的 这就是对的 这样的本愿念乎没有问题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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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 所以48愿与这个愿比较 这个愿是最真实的 开表此愿真实中之真实 经文上讲 十方众生 十方众生 包括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在里面 问我名号 这个我们做到了 这个愿巨粟 但是下面这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 智心信耀 智心 智性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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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极智心 不是普通的心 不是普通的要 振成到极处 知极之心 《黄光明经》文句 文句是字解的名称 裏面说 知心者切到心远 尽心实际 故运知心 这个意思就是心 心圆 心的源头在哪里呢? 心的实际在哪里呢? 心实之制 这叫自心 切底 刀斥道弹 即由指道家之道 在外面 迟了很多年 现在回到老家了 中国人 随意 在外面 回到老家 第一件 大的喜事 叫做乐业归根 什么时候回到老家呢? 自己的功名事业成就 回到老家就是年衰老了 不能够再工作了 高老家 现在回到老家 现在说的是退休 古时候 从政 是70岁退休 70岁退休 70岁不能够再工作了 现在说的是 中国古时候的大家庭制度 现在没有了 现在说家 和现在的家 不是一样 是一个家族 生活在一起 是兄弟不分家 兄弟不分家 兄弟不分家 而日嫁的人 雙雙虾虾 大概有300人左右 是团体 是社会的生活 这么多人在一起 如果是没有规矩 这个家就暖了 所以家有 家度 家度 这个度 就是总的方向 总的目标 有规矩 就是家规 或者弟子规 是属于家规 这是家规里面的一部分 就是共同的家规 除了共同之外 每个家还是要有自己的家规 和别人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 他们所学的不一样 学派不相同 所经营的事业不一样 没有时候是龙工商 所以 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规矩是不相同 帝子规 113条 是共同的家规 人人必须要遵守 人人必须要遵守 全家从小到老 各人都要遵守 不是只管小孩 弟子两个字的意思很深 帝制年纪比较小 子是儿女一代的 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就是弟子 我们的父母对他的父母也是弟子 所以弟子规在家庭里面人人都是弟子 我们上面有父母 父母上面我们叫做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曾祖父母 说不定还有个高祖父母 如果这个老人活到八九十岁的时候 就有五代了 这个五代同堂住在一起 所以不能没有规矩 有规矩还有家学 我们时时听说的是私属 私属就是家庭子弟的学校 古时候的教育 国家是没有办教育 教育是自己家庭负责的 每个家都有祠堂 祠堂是供奉祖先的 就是家庙了 经常说的鬼神不是一般的 自己祖先过世的 称为鬼神 供奉在家庙里面 祠堂是有春秋祭祀 时间不长 平时就是做养老院 育幼院 学校 都在这里活动 公共的场所 老人和小孩都在一起 他有欢乐 便论之乐 这个小孩不是外人 和自己有关系 都是自己的余孙重孙 他是一家人 但是家庭的好处多了 缺点是什么呢 个人就没有自由 这是缺点 但是个人小的时候的教育 大家庭负责的 你父母可以不必要照顾管理老的时候 有家庭养老 有个学习的同年 有个快乐的晚年 这是现在的人没有的 就是要去享受天论之乐 对于高老还乡 这是去享受天论之乐 中国人这种理念 跟内国人不一样 幼年同年要严加管教 这个小孩就是没有自由的 严加管教 他才能学得出来 三字经上面说 养不教 养不教 乎之过 教不言 师之堕 严加管教 这些是日常生活的规矩 这些规矩 日常生活的规矩 有一些都不能够错乱 你们读弟子规 知道大概 日常生活当中 这些规矩 通通都要落实 要做到 弟子规不是念的 每个人都做到 孩子看到父母 父母对他的父母 就是孩子的祖父母 尊敲道 小孩就学会了 弟子规的教学 在三岁之前 他还未认识字 全部都是从父母那里学到的 父母将弟子规做到了 就是对待自己的父母 令小孩看到 小孩天天地看 全部学会了 我们的 祖父母 对他的父母 增祖父母 也落实 弟子规 增祖父母 对他的父母 就是高祖父母 也要落实 弟子规 高祖父母 高祖父母 大概上面 都不在 都过世了 在祭祀里面 尽效度 做榜样给后代子子孙孙 看看 中国的教育是这样教的 不是口头 不是文字 身体力行 这样将人教好的 教出来 这样中国的教育目的是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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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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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能够学他 跟他一样 中国教育不重视升官法财 重视伦理道德因果 这是真实的 是真的 不是假的 真实的教育 算是真实的利益 现在的教育不是真实的 实在说 现在的知识是很脆弱的 不能够跟股时候教育相比 股时候教育是踏实 确确实实 它有内涵 按得起考验 每人所说的三岁看八十 三岁所学到的八十岁都不会变节 它能够守得住 好了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